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做V-Chan 拍攝的劇劇是10月2日 好像很久沒見大家 對上一條影片就在北京拍攝 大家可以看到背景不同 大家有看上一集就知道我有幸獲國務院邀請 參與於9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食74周年招待會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情和體會 直到今天我還是非常興奮 可以在國慶大日子前夕 身處莊嚴人民大會堂 有機會和習近平主席 我們國家外交部部長王毅 還有中央港澳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先生 和中國女排等國家隊成員一起唱國歌 現場可以聽到習主席的講話 大家一起去慶祝新中國成立74周年 是極具意義的 我本身就是那些聽國歌或唱國歌的時候 會特別是振奮 熱淚盈寬那種 在人民大會堂可以和習近平做書記 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唱國歌 我的心情是更澎湃 而且還可以和中國女排等國家隊成員一起唱國歌 都是令我覺得非常激動 因為通常在體育場合 我們有什麼時候會聽到國歌 可以看到我們的國旗飄揚 就是羅金牌的時候 我記得自2000年升年奧運以來 我非常關注體育和每一次的奧運 我都會支持中國隊 希望可以聽到我們國歌 在國際舞台上播放 可以看到我們國旗升得高高 這件事每一次令我都覺得非常激動 真的很難忘的一個國慶 亦都是對我的工作非常大的鼓勵 以我所知 今次國慶招待會 只有大約20個港澳台同胞可以出席 在再之前9月26日我們有喬宴 喬宴是由全國政協辦公廳 中央統戰部 國務院僑辦 國務院港澳辦 國務院台辦 還有中國僑聯一起合辦 由我們國家外交部部長王毅主持 當晚也有大約1000名的港澳台僑胞一同出席 我們也有China Retold成員有份參加 而9月28日邀請20名港澳台同胞 所以我非常榮幸成為其中之一 我們的團隊定會加倍努力做好國際輿論的工作 不負使命在網上 立法會 地區工作 不同的平台繼續為人民謀幸福 為香港謀發展 為民族謀復興 說好中國故事 說好香港故事 在身處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 可以看到報紙非常有慶祝國慶節的氣氛 主席台上掛著莊嚴的國暉 也寫著1949年至2023年的大致 非常之醒神 特別想在此跟大家分享 我們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宴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習主席強調在新精情上 我們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團結 走勢力量 正正團結 走勢力量 都是我們工聯會在不同場合 經常會唱到的歌曲 不知道觀眾朋友有沒有聽過 如果沒有聽過的話 大家多些參加我們的工聯會活動 你就會有機會聽到 團結 走勢力量 信心 賽過黃金 我們一定要堅定信心 振奮精神 團結奮鬥 繼續排除萬難 堅定不宜朝著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 奮勇前進 習近平總書記也在講話中指出 我們新中國成立74年來 我們國家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下 由一窮二白到全面小康 實現了人類史上未有的文明 幫助超過一億人民脫離絕對貧困 踏上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新徵程 這也是我們國家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團結 帶領全國各種族的人民 艱苦奮鬥取得的巨大成就 今年是貫徹落實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 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 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 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支持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發揮自身的特點和優勢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這也是我們不負所託送給祖國媽媽最好的生日禮物 在過去這麼多年 中央團結帶領我們同心同德 艱苦奮鬥 成功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我們的民族由站起來 富起來 強起來 我相信祖國的發展會更加強大 而我和我的團隊都會繼續努力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懷著更大的歸屬感 光明感和使命感 一起去推動我們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努力令大家可以有更大的幸福感 獲得感和安全感 我自己覺得在現場最令我感動的就是 和我同一台的就有不同的台灣同胞 台灣的代表就看到我作為一個香港青年 都可以參與今次的國宴 他就覺得很感動 亦和我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一定要做好一國兩制的工作 建立一個示範給台灣 希望台灣的同胞在上次國宴的見面後 也有留意我的Youtube 希望他們都可以聽到這個訊息 我們一定會努力的 在現場亦有一些小插曲 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看看我的Facebook社群 而相關的情況我就留待 下一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在10月1日的國慶慶典 漢奸和小黃人又出來搞事 這次除了在英國 美國 另一個國家 也出現大批黑暴上街 我也會跟大家說說 在哪一個國家才跟大家買個關子 而在香港同樣都有小黃人出來送頭 結果被拘捕 雖然有執迷不悔的黃人 但亦有立場改變 一直跟他父親李皇乖樣 被認為是兩邊都可以 兩邊都想討好的李澤佳 他都向特區政府示好 更加大手筆地贊助活動 大家覺不覺得有奇怪呢 我還會跟大家說說JPEG事件的最新進展 涉案的陳怡 繼我上一集跟大家追蹤匯報 他已經人在日本 今集又有突發性的進展 陳怡的Youtube 疑似被接管了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警方相信已經查出越來越多的罪證 越來越找到有關的資金鏈 而蕭若元也空多吉少 開始前 第一 記得要訂閱我 陳怡欣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 和留言告訴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將影片廣傳開一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網媒探集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道影片 到惡意攻擊 意圖令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 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讀家提到的影片 醉看陳永欣 知稱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和引論證 細密鏡 美西方的反中亂港勢力仍然潛伏 事機行事 這幾年美國都以中國作為中心 甚麼圍著我們轉 甚麼都中國 甚麼 中國 甚麼 簡單 直接粗暴 例如參議院的外委會 今年6月8日 以一個無異議的方式 一致通過了 名為結束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違法 連他們的法例都有我們中國的名字 還有中國競爭法案 這些只是冰山一角的例子 都是為我們中國而設 以我們為中心 而大家知不知道 除了通過了很多關於我們中國的法案之外 美國的架構還有一個叫做中國組 真是為了我們轉 正值我們中美兩國恢復高層接觸之際 美國國務院任命馬克蘭伯特 Mark Lampert 作為他們最新對華政策的最高官員 外界都關注這個人事變動對華盛頓的對華政策 會產生甚麼影響 綜合不同的媒體報導 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路透社》和《南華早報》 在9月30日分別有報導這件事 就說在中美高層交往逐步恢復之際 美國國務院任命 填補了今年6月離任的副助理國務卿華志強 Rick Holtus 的空缺 根據美國國務院當地時間 在9月29日發表的聲明 藍伯特會出任美國國務院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局的中國協調員和副助理國務卿 將會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局 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等等的部門 而這個部門俗稱是中國組 中國組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去年12月主持設立的 聲稱志在管理中美競爭 去應對中國帶來的所謂規模龐大 範圍廣泛的挑戰 華志強之後就擔任負責人 日常向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社民 和負責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回報 根據介紹 藍伯特是一位亞洲問題專家 1990年加入了美國國務院 他懂得中文、日文、泰文、越南文和西班牙文 兩島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任職 近期的職務是副助理國務卿 主要是負責日本、韓國和蒙古事務 以及處理澳洲、新西蘭和太平洋島嶼之間的關係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中 說藍伯特在處理與中國有關的問題 與他們的盟友、夥伴制定了一致的政策 以及保護國際體系的完整性方面 有豐富的經驗 他更加宣稱對華的戰略方針 是美國面臨最複雜、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戰 而中國組就會確保華盛頓在這方面的人才和工具還有資源 可以見到這個中國組 相信在反中亂港或指派西方在香港代理人方面 都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報導說林柏特曾參與處理2001年中美撞機事故 2001年4月1日有一架美國海軍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三亞外海進行偵察 與當時代表中國執行跟蹤監視的海軍航空戰機上撞 造成飛機墜位 飛行人員王偉亦因此而犧牲 美軍的飛機被迫要降落海南陵水機場 而美軍的飛機被迫要降落 這事件令到當時的中美關係陷入危機 路透社說有消息人士認為 蘭柏特的上任會為美國國務院的中國組 原本陷入困境的工作帶來新氣象 他了解中國組成立以來一直因為複雜緩慢的決策過程 和官僚作風而備受批評 可以說一些成績都未出現 而美國國務院在之前承認 中國組在人員調配方面出現問題 但否認與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有關 更說中國組是運作效率最高的團隊之一 根據《華爾街日報》8月底的報導 熟悉蘭柏特的人士說他在國務院內部被視為一位可靠經驗豐富的管理者 受到康達等人士認可 而當時一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更同路透社透露 蘭柏特完全同意中國組的使命和任務 他真正關注的就是確保政策文件、程序和人員的落實 作為一位在東亞擁有豐富外交經驗的官員 蘭柏特對中國組的工作相信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至少在執行力方面 但不太可能會改變華盛頓對華政策的基調 我就覺得這個所謂的中國組雖然最喜歡做了話事人 但我都不看好他會搞出些甚麼出來 當然好像烏鷹一樣煩著我們 就好像我下一節會和大家說 一群黑暴經常都行禮如儀地抗議 甚麼都會仍然存在 但真正有影響的東西相信就沒甚麼 因為他們都搞不出些甚麼實質的東西出來 前一段時間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班子出現離職潮 美國國務院2號人物負責對華事務的副國務卿士曼 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高級主任羅森伯格 都退休的退休卸任的卸任 被認為是反映出拜登政府的內部主張對華政策 要更加嚴厲或者採取比較克制的做法之間 都產生了分歧 在這個背景下 美國國務院中國組首任負責人華志強 上任半年已經宣布離任 更加引起高度關注 根據消息人士的透露 這個分歧已經影響了中國組的運行 令中國組的士氣低落 根據數據顯示 這個所謂的中國組的人員空缺 一度高達四成 即是每十個崗位有四個沒有人做 在南柏特被任命前 這個中國組負責人的位置已經完空了三個多月 相當之好笑 可能很多美國人都不想搞中國 都不屑去參與這個所謂的中國組 所以美國政棍要搞事 天時無 因為中國已經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 地理和人和都一般 人就不和了 至少連他們美國國內 他們美國自己人 對華的政策都是不和的 而在香港因為比較沒有用的勇武派 走的就走 坐牢就坐牢 所以缺乏一個領軍人物 好像黎智英那樣的人士 金主的情況下 一班小黃人顯得比較鬆散 在今年的國慶節 他們只能夠靠一班馬前卒 一班器軍去賀十億國慶 變得越來越行禮越異 即是勾行都沒有力 西媒RFA自由亞洲電台積極報道事件 在昨天 也即是10月1日 國慶節當日 RFA說全球多地爆發了示威浪潮 英國倫敦有港人 藏人 維吾爾人 蒙古人 都發起不同的示威 很多組織都聯合舉辦集會去遊行 去反對我們中國 期間有示威席在中國駐英大使館 撕毀五星紅旗 見到都生氣 而這班黑暴分子撕毀做什麼 大家看看這張照片就知道 這張照片拍得真好 看到照片裡有一隻手舉著手機 直播中 大家可以看到C國旗這個行為 很明顯是在做show 為了搏出鏡 不同的是做show和出鏡的黑暴分子遮到陷阱 即是夠膽露出雙眼 出場就不夠膽出樣 真是不知道他們怎樣claim出場費 活動在當地時間下午3點舉行 由不同的反中亂港組織舉辦 遊行起步前 他們分別有發言 但可以看到沒有主旨 什麼都炒一碟 總之就是反中 你看到過往在英國831的示威也好 都一樣是這樣的 一班黑暴分子真的越來越傻 自由亞洲電台就說 這個遊行是由倫敦市中心出發 途經唐人街等等比較熱鬧的地區 遊行去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RFA就說高峰時期有大約500人參與 而RFA就說500人已經比去年多 大家沒聽錯 也沒看錯 500人都叫做多 是不是好笑 19年的時候還在說200萬人 現在港人的熱門移居地英國 竟然說500人去參與遊行也是多 又說走了很多萬人 GREEN現在只有500人上街 還說是一個新的突破 非常好笑 而且這500人都不是同意大家 分分鐘都不知道出來是做什麼 RFA報導說遊行期間有香港代表大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即是香港不是中國的 惹來部分的圖人不滿 雙方都發生了口角 要當地的警察介入調停 而同反對他們的圖人 理論的黑暴分子 接受了RFA的訪問 就說很多在英國的人對香港都缺乏了解 因為他們一定要明白中國和香港的不同 而這名港人真的壞了路 他說他覺得英國才是他的祖國 真是神經病 當英國是祖國 他是不是有英國政府給英國人民的福利 再說 英國人民的福利 隨著他們國父空虛 地區破產 都越來越鬥謬 當英國是祖國 簡直就是應賊作父 而被一些不懂歷史的小王人 當是鄉下的日本 今年都有針對我們國家的操作 在日本的香港團體 都聯同內蒙古 維吾爾族的組織 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抗議 RFA說今年都有中國人加入隊伍 是不是說之前的全部都是日本人和西人 RFA說有示威者寧願一世都不回自己的國家 不回中國不通想在日本喝輻射水 吃輻射海鮮 吸輻射空氣 是不是真的有這種人 如果是的話 唯有祝他好運 RFA說現場大約有20名日本軍裝警員戒備 示威者要先到警方預設 距離大使館大約50米的示威區集合 全部示威者不能一次過到大使館抗議 要按照警方的安排 每次只派不明示威者 由日本警方帶領到大使館門外示威幾分鐘 然後沿途返回集合區 真是好笑 這就是日本式的集會自由 有現場示威者和記者說 在日本只有中國大使館有這樣的安排 日本政府也怕他們會擦槍走火 雖然RFA強調有很多中國人參加 但究竟是否真的有中國人參加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認為如果有的話 RFA沒有理由不投版去訪問他 最後RFA訪問了一個日本人 叫Yonji 他穿著怨榮光的T-shirt Yonji跟記者說他的英文和廣東話都不好 但堅持努力讀出一班攬炒派的辯詞 因為他覺得我們香港人一旦站在大使館門外抗議 會很危險 他願意為港人發聲 Yonji還說去年他選了黎智英和黃之鋒的演詞 而今年他特別想朗讀何歸南和周幸彤的演詞 Yonji說他特別欣賞周幸彤 因為他覺得他是一個很強的女性 真是老罐水 而且是輻射水 真是瘋 他未必見過黎智英 黃之鋒 周幸彤 相信他只是透過西媒和日媒接收單方面的訊息 也足以洗腦 大家說國際傳播的工作是多麼重要 而在香港十一煙花會演順利進行 而在日間警方也要派出大批警力在各區戒備 放範有知事分子破壞國慶歡樂的日子 大紀元抹黑警方安排警力戒備 出資有所謂美國隊長之稱 因為參與2016年旺角暴動入獄3年的熔偉業 在10月1日國慶節當日 突然去到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外 穿著香港街友的黑衣 還舉起兩束白髮 警方以涉嫌阻差辦公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將他拘捕 這個綽號美國隊長的熔偉業 在昨天下午5時去到現場 當時有3名便衣警員上前折查 要求他出事身份證 但他也拒絕 他期間更加一度發瘋 罵警方 用粗言慰語 警方警告他不要再煽動公眾 但熔偉業拒絕合作 終於警方將他拘捕 警方說在昨天下午5時 他們在銅鑼灣一帶進行巡邏期間 發現這名男子 他涉嫌破壞社會安寧 所以上前折查 亦向他發出警告 但他拒絕合作 經過初步調查 這名39歲的男子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而被拘捕 在我拍片時 最新消息被扣查 案件交由灣仔警區重案序跟進 熔偉業患有自閉症 所謂成名作或出道作品 是2016年的旺角暴動 最終有兩項暴動罪及襲警罪聚 判囚三年 2021年3月他出動 因為他過往經常以漫畫角色美國隊長的裝束 去參加繁中縣港活動 所以被稱為美國隊長 我覺得西人認真夠狠 專門找傻的去送頭 很明顯有人指使和疏擺 再加上我認為這個所謂的美國隊長 他真的有點毛病 可能他記錯了日子 因為去到熟光百貨拿著白花去悼念 相信他們是說七一的襲警孤狼 七一的襲警孤狼是7月1號 並不是10月1號 我相信這個所謂的美國隊長 可能有些時差 有些時差 搞到他可能是搞錯日子 而疏擺他的人相信都呼之欲出 因為有一個帳號叫做迷城新聞專頁 在10月1號上載了一條影片 看到這個所謂的美國隊長 戴著帽子和口罩 在崇光百貨外舉起白色鮮花 之後有穿便服的警員 上前跟他跟進 過後警方表明他們的身份和委任證 要求這名男子配合 可以看到明顯整件事都是有預謀擺拍的 跟在英國拿好手機 然後拍攝他們施國旗的行為一樣 他們的行為不只是在於施那一刻的宣示 更多的是想宣傳 去鼓勵更多的小黃人上街 所以我們不得不警惕 我一直跟他爸爸黎皇乖一樣 被認為兩邊都可以 兩邊都想討好的李澤佳 他都向特區政府示好 找不到下台街就找著李澤佳 寬別五年的國慶煙花會演再次在今年上演 今次是自2018年之後 第一次恢復舉辦國慶煙花會演 為何是2018年之後沒有再舉辦 因為19年黑暴 所以當時國慶煙花會演也要叫停 之後的三年就是2021年和2022年因為疫情 連續四年都沒有舉辦國慶煙花會演 對上一次2018年國慶煙花會演 就叫做遜爾玻璃三十載 吹煙煙花何國慶 其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維港煙花大會演 顧名思義由信義玻璃賺助 號資大約一千萬港元 一千萬港元對李時來說是濕濕碎 可以用一千萬去宣傳去粉飾形象 對計算數的生意人來說絕對是值得的 就算有傳電信營科旗下的保險公司 富衛集團因為市況不佳 所以再次要推遲他的嘗試計劃 亦放棄今年來嘗試的目標 短期內無意再去遞交嘗試申請也好 傳出公司業務不太好 但也燒錢來燒煙花 我證明這個計算數的 機關算進入商人都認為這樣做是有更大的好處 今次贊助國慶煙花的營科拓展集團主席李澤佳 在煙花會演典禮上也有支持 她說希望市民和旅客可以透過放煙花 感受到國慶喜悅 她還說是響應特區政府的香港夜奔分活動 可以見到非常及時 希望可以幫助刺激本地夜間消費 支持香港的餐飲業、零售業和旅遊業 為不同行業帶來活力和生氣 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多名中央官員 都有出席觀賞煙花 而李澤佳也陪同他們直至離開 非常稱職的主辦單位 李澤佳也說她從來沒見過這麼震撼的煙花會演 特首也很給臉 說這個煙花會演很漂亮 很感謝Richard給了市民一個難忘的晚上 李澤佳陪同我們中聯辦主任鄭雁雄和特首李家超一同離開 這一幕我相信在19年的時候我們絕對想像不到 但其實近年也有苗頭 北京和河北地區早前持續落大雨讓人成水災 引致重大傷亡和損失 而李澤佳以個人名義捐出二千萬去震災 也是展現善心 不過想跟大家指出 早前影片我也有跟大家分析過 以前李澤佳尤其在黑暴期間 雖然他聲稱他有以個人名義向警方福利基金會捐出五千萬 而他的父親李嘉誠透過李嘉誠基金會捐出四千萬 即是前途合共九千萬 但當時他們是怎樣捐的呢 和現在這麼高調地捐 這麼合時地去贊助不同的活動 是兩馬子的事 李澤佳當時是以匿名的方式去捐錢的 當時不是現在大大聲地說自己去捐 所以捐了也是追蹤不到這筆款項 唯一就是對數是否對 這也衍生了第二個問題就是何時捐 根據香港01報道 在2019年至2020年的財政年度 警察福利基金收到匿名捐款最高的款項 就是二千萬一筆貨 所以這樣算起來就是七千萬 跟李嘉誠透過他的基金會捐出四千萬 是對不到數 除非他分開捐 如果分開捐就更加神秘了 而五千萬的確是跟李澤佳捐出的款項合乎 不過大家可以看看日子 不是2019年打得最火紅火綠的時候捐 而是在局勢開始明朗2020至21年左右捐 而且還是匿名地捐 以前匿名地捐延遲地捐 現在是高調地捐 合時地去贊助 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 如果李氏家族真的改變也是好事 為了商機就是人之常情 至少也讓大家知道 眼光一直被讚是有前瞻性的李氏家族 現在都看好國家發展 看好愛國愛港一國兩制的事業 我們說賺錢也要取資有道 而JPEX這個所謂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絕對毫無道義 警方採取了代號鐵關的專項調查行動 去追捕JPEX事件的核心人員 相信現在已經進入了最後的階段 JPEX自稱自己的營運總部擺在杜拜 而杜拜的虛擬資產監管局 在9月26日發出投資者與市場警報 強調JPEX未有在杜拜註冊 而相關的虛擬資產活動 亦未經允許和授權 呼籲投資者不要參與 而杜拜的監管局 會繼續監控事件發展 如果有證明不當行為存在 就會對JPEX和相關人士採取執法行動 如果仍然覺得不是騙案 就應該要醒一醒 陳怡更加在5日前拍片 就說杜拜在發展虛擬貨幣 Web 3.0做得很好 但之後杜拜又立即出了這樣的聲明 即是立即打臉 而警方亦透露 已經動員了刑事總部六大部門 和出動超級電腦去追查JPEX的主導和裝款 目前更加與澳門警方聯合行動 拘捕四名骨幹分子 發現詐騙集團成員正在大量轉移虛擬資產 更加透過買金條和信用卡套現 到澳門賭場洗黑錢 又疑犯更加銷毀大量洩案的文件 目前JPEX案件合共有18人被捕 凍結資產超過1億 警方已鎖定一批核心人物身份 但部分人士已離開香港 所以警方要透過國際刑警和其他法律框架 全力緝捕 直至目前為止 警方已收到超過2400名受害者的報案 涉及金額超過15億 在涉案被捕的18名人士當中 有14個JPEX有關的場外找換店的負責人和職員 在警方第一階段的行動中落網的 包括林作、陳怡等等 還有在第二階段 警方鎖定較為核心人物追緝 與澳門的司警採取聯合行動 而拘捕的這四名男子 相信在詐騙案中擔任重要角色 這四名被捕的男子都是香港居民 其中姓盧和姓豪的男子在澳門落網 就是犯罪集團骨幹成員 姓豪的男子報稱是兌換店職員 而姓盧的男子報稱是網絡工程師 兩名男子涉嫌洗黑錢和透過電腦詐騙 透過澳門博彩帳戶進行轉移、隱藏和清洗犯罪得益 澳門司警在日前在申口案的酒店拘捕這兩名人士 在姓豪的男子身上檢獲600萬賭場籌碼 還有名貴的手錶和7萬元現金 在姓豪的男子身上檢獲50萬現金 凍結了賭場賬戶內的300萬 非常厲害 這些拿著這麼大的賭注可以去賭錢的人 非一般人還要這麼年輕 司警凍結了一名在逃男子賭場520萬款項 目前澳門司警接獲三名市民就JPEG案件報警 涉及款項144萬港元 在香港被捕的兩名疑犯分別是鄧和王 都是28歲 相當年輕 警方首持法庭首領搜查六個單位 包括姓鄧男子的住所 檢獲同樣大批現金 有88萬和兩隻名貴的手錶 在單位內大家猜猜哪個位置 依然在浴缸中發現大量以碎紙機、火燒和漂白水消毀的文件 大家說如果JPEG是清白的話 需不需要用到這樣的手段呢 而且在姓王男子的住所檢獲大批印有JPEG字樣 但未經信用卡公司授權的VISA卡 警方在其餘三個目標單位 包括在澳門被捕的勞姓男子的住所 檢獲更多的現金和手錶 還有金條 總值是870萬 警方的助理署長鍾詠文 提及到JPEG的案件是近年涉及受害者最多 和損失金額最大的騙案 JPEG的詐騙網絡非常龐大和複雜 而警方亦高度重視案件 動用刑事部的所有資源 包括商業罪案調查科 刑事情報科 網罪科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毒品調查科 有組織及三合會調查科 認識的部門都有參與調查 為了更有效地整理及分析案情的資料 警方亦啟動了重大事件調查及災難支援系統 俗稱超級電腦 現階段調查有兩部份 包括找出JPEG詐騙網絡的幕後主腦 以及盡力追捷這些裝款 澳門被捕的兩名香港疑犯 視乎澳門法院判決 若然他們暫時機壓需要進一步磋傷 如果決定將他們驅逐出境 警方便會接他們回去 目前調查及檢獲的證物都顯示 有集團成員用這些裝款過著奢華生活 更加利用賭博清洗這些裝款 估計損失的不僅是15億 所以呼籲如果有更多受害人 都要盡快和警方報案 而警方已經鎖定核心人物的身份 大部份的人已經離開了香港 不知道他們說的人 包括不包括蕭若元和陳怡 其中一個方向是 因為涉嫌被捕的人士 當中包括一名29歲姓梁的KOL雙雙 她是場外虛擬貨幣找換店 Unicorn的職員 中前跟蕭若元拍過片 講過有關加密貨幣 他們以對談的方式討論 有關影片的畫面有Unicorn字樣 更加提供了二維碼 給網民加入加密貨幣新手教學群 這系列的影片曾經上載到蕭若元的網台迷迷 在爆出JPEX案件後 蕭若元靜悄把有關影片下架 更加拍片說自己與JPEX無關 各種各種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蕭若元因為國安法不敢回香港 如今她的拍檔因為JPEX案件被捕 相信蕭若元更加一輩子都不敢回香港 至於另一個懷疑著草的涉案人士 另一名YouTuber陳怡 她繼日前去了日本之後 最新消息是陳怡下落不明 連Youtube都丟下了 由另一個人接手 而接手的人大罵陳怡的粉絲 有一個自稱Heidi的人說陳怡 她稱呼是姨姐 她的帳號已經被她和另一人管理中 而陳怡已經拍定了很多影片 會發給她們分批上傳 她說其實她不太想鋪鐵文 因為陳怡的粉絲大罵她們是垃圾 不知所謂 當陳怡元朗的酒店派現金一百萬 每人有三千元現金現兜地拿的時候 一群粉絲多謝都無懼 一直有人E-mail給陳怡 要求她們給她們更多錢 幾萬元幾萬元地拿 每次都是由她們送現金 她說連周天X的父親也有收過陳怡的錢 我就不太認識了 有誰是周天交叉 大家可以留言看看你們猜不猜到她在說誰 Heidi說在鐵文說 還有很多人收了錢 她們一個一個為了面子 沒有公開多謝陳怡 她也勸陳怡放棄她們這群壞人 要她們不要再為這群垃圾燃燒自己 她還說當日有一群警察去尖東的找碗店做事 吃完店舖的零食 還開了雪櫃的飲品去飲品 丟到整地都是垃圾 這件事件我覺得警方真的要調查一下 如果這樣是很嚴重的對警方的抹黑 她說警方和賊認為沒有什麼分別 似乎陳怡現在的方向也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之前在被拘捕後陳怡拍片 她也讚揚警方的工作 只是罵證監會 叫證監會做證探會 但現在可以看到她連警方也罵了 真是180度的轉變 希望警方也著力去調查 希望盡快找到所有骨幹成員 將他們緝拿歸案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這張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會不會攬車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怡和Jovie Chain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感謝你的收看 看完之後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記得也要廣傳我的影片 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 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